哈囉,大家好,我是巴族 昨天23號下午 東北黑龍江的奇奇哈爾市 一所中學的體育館發生了貪方 目前中共指出啊 有11個學生S了 但常規操作又來了 家長們從晚上 一直到了今天的凌晨啊 在醫院準備要認S 結果被醫生還有打江山部隊警察 給阻攔了 不准他們去看自己孩子 不准讓你們去確認那個是否為自己孩子 等等給各位分享一下這段影片 先說一下 這次走的基本上都是排球校隊的學生 當時啊 他們正在校內練習 沒想到就天人永隔了 事故的原因啊 中共說疑似是施工單位啊 把珍珠岩堆放在體育館屋頂 而近期東北降雨量多 那珍珠岩啊吸水變更重了 所以導致屋頂灘邦 我在猜想珍珠岩是一個問題 但中國的建築品質它本身也是一個問題 也是個豆腐炸工程對吧 之前很多影片都曝光出來了 很多承重牆都是缺少的 甚至鋼筋只有幾根 樓梯也沒有鋼筋 所以為什麼中國要一直瘋狂的建所謂的新的小區 雖然現在都爛尾樓一堆了 因為它的使用年限 往往不如民主國家的那種建築強度那樣子 可以支撐那麼久 當然啦 我看到還有小粉紅把去年台灣桃園運動中心 天花板青鋼架掉落 來比喻成說台灣也是豆腐紮工程啊 為什麼要說中國呢 我真的會笑死了 青鋼架坍塌跟整個屋頂坍塌是一樣的東西啊 你看一下這兩張圖 這邊是桃園 這邊是東北 兩者是一樣的概念嗎 更何況台灣當天是有地震的 而台灣的施工單位也坦承 他們青鋼架沒有架好有書師 會檢討也賠償給民眾醫藥費 哪像你們孩子走了 還不讓家長看 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可惡的影片 好 這就是相關目前的情況 告訴我姑娘妹妹妹 我說我說我們沒看到 這個孩子 所有的孩子都會多吐涼的 或者馬上也是土故事 我也是血 我說你讓我認一下 沒準就 沒準就不是我孩子 一個小時過程還沒讓我認 一個小時還沒讓我進去認一下 昨天那個人大了已經哪完了 我剛接到這個組織人 奇奇哈人在幹什麼 龍沙區在幹什麼 又是公安在這個組織人 誰你們你們來了這麼長時間 這裡面有這麼多教育局的政府在 剛才就我進去馬上一個政府給我進去 他不是去幫我跟醫生都公開 他不是 這超級的家長都在 他知道過去幹什麼 他看到我們要幹什麼 把情況隨時要上的刀反規 這也沒錯 但是你們是不是應該都不同跟醫生 跟我們 讓我們家屬是不是你提到孩子 到底什麼情況 你看旁邊這位中國女性啊 她就說出來的真相 在中國S幾個人這都不是大事 尤其是我們這種小地方 特色管理的時候 都可以隱瞞數字都可以壓下來這樣子 這種事對於中共來說算得了什麼 是什麼原因造成他們不讓家長去看的呢 最大那個領導沒來 下面的人不敢讓你見對不對 見了等一下發生什麼事 他們不知道要怎麼做 但是下面很多網友留言是說什麼的 一定是在被拿零件啊 所以不讓家長看 還在等這個醫生看 這個這些孩子身上還有哪些零件是可以用的 可以給那個領導幹部的 可能給秦剛之類的 對不對所以現在還不能讓家長看 你看看你們自己中國網友 講出這種話 就知道你們國家是什麼社會氛圍了 是不是出現過很多這種事情 這不是說台灣人在抹黑 歐美人在抹黑 你們自己人都先這樣講了 我們看到我們才講出來 之前我節目也分享過很多這樣的影片對不對 在一兩年前我都分享過 家人去醫院手術起來掃一顆腰子 家人走了去潤嶺的時候才發現 我哥的眼睛怎麼沒呢 你們看一下這些留言 還有其他方面的這個質疑 經常有這種操作 有的是為了掩蓋S因 有的是以此為要挾達成協議 這個也是說的是事實 在中國其實常常發生學生跳這樣的事情 但被曝光出來的只是鬧大的 很多很多都是被壓住 家長被威脅 我給你一點錢 你不要把這件事講出來 敗壞我 敗壞所謂我的校慾 誰一簽下去之後錢也不給 原本想同情一波的 後來想到中國人嘲笑他國的災難 都幸災樂禍的噁心形態 把剛打的自權餵狗了 想起來武漢跳S的媽媽 被委婉害S的 不給受害者的家屬幫助和心理輔導 反而維穩壓迫 太邪惡了 這是他們輿情處理的準則之一 S是造成情緒波動的興奮點 必須重點控制 所以這類事件通常會加快火化 為條件給家屬謙切結束 估計是S的太慘啊 怕家長鬧事 國內一切都是為了維穩 八成是找不到完整的 或是根本沒在找沒在救 下面都怕單責任 層層等批示 公安有家長看著沒事 領導不了解現場情況 又不拍板 熬到情緒穩定才能宣 獨裁體制是對上負責 不對民負責 一切的優先級是領導 誰給他權利他對誰負責 防止家長將事態升級 防止群體性事件升級 減少事態對領導的影響 至於失去孩子的家長們 有多憤怒多絕望 訴求是多麼的正常 這都不是在他們的考量範圍 共產黨就是害怕 家長躺在地上打滾 不管是哪一個理由 聽起來都非常符合中共的尿性 即便撇除掉是中共在拿零件 說怕家長看見孩子會情緒失控 大鬧抗議中共 所以中共不讓他們見 直到領導到場做出定奪 再決定怎麼給家長的說法 這都是形式主義 跟我以前說的中國官場價值 像特色管理也是這樣啊 沒有領導的一句話 下面動都不敢動 即便領導給出了話 下面也會怕說 我是不是會誤解你領導的這個意思呢 所以我層層加碼 所以加到下面越來越荒唐 之前我們花蓮太魯閣號事件 跟花蓮大地震 有讓家屬不看人的嗎 有讓家屬不看自己的親人嗎 沒有啦 中央與地方合作之外 花蓮飯店業者還免費提供住宿 給災民跟外縣市的家屬 很多商家也是到場免費提供伙食攤 這個小餐車也過去了 即便他們賺的不多啦 他們也是從外地 外縣市或其他地方來 給這些災民免費的吃 給這些家屬吃 甚至還有各縣市的修復師跟禮儀師 來免費支援 雖然台灣人都很熱情 花蓮人也是會互相幫助 但我還是想嘴一下花蓮縣政府 最近我們花蓮又在舉辦什麼 中華民族五千年祭天大典 花蓮人口全台灣倒數 30萬左右而已 長住人口估計只有20來萬 結果每年編列的宗教預算是全國之冠 我就說2022年好了 2022年花蓮縣政府在宗教編列預算是 8437萬其中入計1800多萬 後來我們抗議讓這件事情鬧上新聞之後 他才撤裁掉入計的預算 不然我們花蓮政府是希望拿1800多萬 去起伏去減少車禍 我的天啊你在大清啊 難怪小美錢選不上 不配啦 五年來30萬的花蓮人口 花了三億兩千萬在宗教上 天天喊花蓮很錢花蓮沒錢 這三億兩千萬騰出個兩億就好 你兩億拿去再補助其他的 或是去改善其他的環境 醫療也好教育也好 這不香嗎 ok啦以後我們花蓮叫梵蒂岡啦 人家梵蒂岡還是以這個宗教文明的觀光 我們是嗎我們不是啦 這些這個知識這個花大錢在宗教方面 你們以後生病都不要給我去醫院 醫院是科學啦 不要信科學啦 去祈福啦 出國也都不要買保險 去買護身符就好了啦 宗教不該變成戀財或是漁民的工具 但可悲的是花蓮政府如果不這麼做 他們的票就會少了一堆宮廟的選票 所以為何之前中共統戰會從宮廟開始滲透 當然中共很可惡 最近還利用台灣當中轉戰 利用兩岸的貨轉油的方式 經台灣中轉 把679件有害包裹寄給韓國 這個事情一開始是由韓國的一家身心障礙機構 收到包裹的 打開結果裡面有毒氣 造成了三名工作人員送醫 結果檢查包裝上 他們就印台北台灣 結果一開始韓國 他們都以為是台灣寄的 這幾天都陸續續 又一堆韓國人收到類似的包裹 真的是非常的可惡 現在這個事情在韓國已經大肆報導了 當然啦 韓國現在在了解事情之後他們也知道 最終最終寄來的那個是中國那邊來的包裹 透過台灣來轉運 所以他們也聯繫了中國外交部 要求他們徹查 問題就是你怎麼會讓中國的官方 去徹查這件讓他們自己覺得丟臉的事情 又或者是他們有意而為之的事情呢 他們連自己的外交部長 人都不見三個多禮拜了 都查不出來了 他還有時間查你韓國包裹嗎 秦剛他們外交部長 人都不知道在哪裡了勒 而且我覺得台灣這裡也是需要改善一下 你中轉的包裹你都不需要去驗 或是透過什麼機器去查一下嗎 那這次出了這個事情之後 下次又有一樣的事情 你要如何防範 這個是我們台灣需要做的改善 雖然我們是被害者 但是我們要避免自己被別人誤會 我們也要避免這一塊 台灣也是需要改善 今天的影片到這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了 Bye